作词 李宗盛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 阿弥陀佛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 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学习 佛门 有一句话 我们都比较熟悉 不可少善根福德姻缘 我们比较熟悉的 是德圣彼国 而佛经与生呢 佛经 他的每一句话 其身无底 其寡无边 我们得用心去体会 就感觉 确实如此 就像佛法讲的 万法因缘生 那这句话在哪里呢 在当下 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时 每一刻 都是万法因缘生 都是万法因缘生 所以这句话 奇广无边 所以佛法是要用心去感受的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我们就会用佛法 去过生活了 就像一切都是因缘生 我们不能太执着了 缘惧 缘善 那因为之道 万法是因缘所生 缘分没有具足的时候 不能强求 缘是条件 我们体会万法因缘生 我们都会去观察 缘分具不具足 不具足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我们就不攀缘了 一攀缘一强求 就生烦恼了 我们刚刚分析 我们自己的受用了 所以师长的法语 看破 放下 看破 万法都是因缘生法 缘还没到 条件还没够 不要强求 就放下那个强求的心 就能自在 随缘 随缘不是什么都不管了 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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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师 师长都叫我们 敦伦 随缘 这个是自己的受用 对待他人 原来他也有他的因缘 他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有他家庭成长的状况 他求学的过程 才会有今天 这些情况 我们用因缘 去看人 很容易散解 很容易包容他 我们就不会常常起 他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事 我们每天就被这些人事 搞得自己 很烦恼了 因缘 就看人 就不会着在他讲的哪句话 做的哪件事 所以师长说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们不要执着在他 当下这个行为 我们去看他的因缘发展 怪不得 他会这样 所以怪不得三智待人 以学吃亏一眼律己 所以我们懂得 万法应缘身 那这句话 就可以用在 我们自己当下 用在跟人相处 我们是用觉悟 来生活 不会生烦恼 任何境界 都可以用 万法应缘身 来看破 来放得下 所以佛法 是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 跟大家 一起交流的主题 正听老人言 幸福 在眼前 听一句 就有一句 的受用 就像刚刚 我们提到 不舍不可少 善根 福德 应援 得生 其他世界 其实我们 假如用心 去感受 不可少 善根 福德 因缘 成为 炎黄 子孙 人生 难得 我们从 因缘来看 得人生 不容易 我们是因为生下来 就是这个人生 所以不觉得他 很难得 我们想一想 离 这个教室 最近的山 叫什么山 我问的这个问题这么难 没有山 没有山是吧 对不起 你看 这个 没有先入境问数 没有先入境问山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了 这里附近最大的公园 是哪个公园啊 最近的是吧 最近是最好 最大的 不用最大的 你们要配合一下 我说最近的 不要太挂爱 最近的就好了 不是我们 利子规 学会 这个小朋友们 读完经之后 就去那里背诵吗 你看 这个我是有打听的 大家想一想 那个公园 里面有 地上有多少蚂蚁 不好算吧 那一个公园里面 就有那么多蚂蚁 那请问 这个Richmond 有多少蚂蚁 在延伸开来 整个加拿大 有多少蚂蚁 全世界有多少蚂蚁 全世界有多少蚂蚁 人的几倍 人生难得 这句话我们有没有用心去感受过 蚂蚁 都不知道是人的几倍 那昆蚁有多少种啊 蚂蚁只是一种啊 人生太难得了 佛法 正法 太难闻了 东土难生 中土难生 身为寅皇子孙 可以传承五千年文明 这个也很难 甚至于我们现在 血统是炎皇子孙 可是瘦的思想观念 有可能是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这个都不可少 善根付得姻缘 我们想一想 到了海外 要把五千年 老祖宗的智慧传承下去啊 就不简单啊 我遇到很多 华侨 他们现在很着急 这件事情啊 有一次 刚好在巴黎 这一位 童修 载我去机场 他就说 哎呀 我希望我的儿子 学中文啊 可是他觉得太难了 中文字太难了 后来他就没学了 中文字啊 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载体啊 不懂汉字 不懂文言文 还要深入这些智慧 所以就不容易了 诸位同修啊 汉字好不好学啊 你们都摇头了 汉字啊 应该是全世界最有系统的文字啊 汉字是六书造词 六书首先相形 日 月 鸟 你看那个形状就是一只鸟 不过假如是简体字的话 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好体会 所以大家 最好还能学正体字 大家千万不要说繁体字 因为你一讲繁体字 他觉得很繁 所以一个字啊 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的 这个信仰很敏锐 能够感觉到一个字 都可能产生人心里的感受 用这个字 给对方是温暖 还是给对方呢 是冷漠 这个有时候一字一个词 都有不同的感受 这个我们要扭锐 菩萨士德里面 柔和直直 设身德 连讲话 我们都是用柔软的心 效法菩萨的心 来讲这个话 好 我们看 这个六书造字 慧意志 你一看就有体会 所以他字里面有智慧 慧意 慧意 人言 人的言语 要怎么样 信 人言为信 我们看五 我们看五 五术的五 指歌为五 这个都是慧意 这个六书造字里最多的行 深字 他假如知道这个系统 他一次可以学好多字 英文的话可能都要十倍 大家想一想跟水有关的有哪些字 三点水 三点水是他的行 对呀 行 深 另外一边 很好记 河 流 海呀 洋呀 跟水有关的 你就很容易就记起来 你硬是他死记很多东西 那他当然觉得压力很大 你用这个 光是金木水火土 你看就有多少字了 这个不守的 你懂得他造字的原理 他就不是那么难 都要懂得方法的 那我们不把这个文明传承 很难不受 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的影响 现在外面的诱惑 还是很厉害 孟子 有提醒 后世 饱食 暖衣 吃得饱 穿得暖 异居 而无教 他没有人生的目标 假如我们今天看到 小孩 年轻人 十几岁的 动不动就 好无聊 这就是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了 人真的有目标 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一听到孩子说好无聊 反求诸几岗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护念他树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观 人之有 自然如树之有根 两万事讯 这部宝书啊 很好啊 这些句子对我们的人生 都很有指导意义 义居 无教 没有圣贤的教诲 则静于禽兽 故圣人有幽知 我们现在冷静看一下 我们中华儿女假如没有传承文明 是不是就像孟子现在讲的情况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每天就想着吃而已 每天想着我要去玩乐 他没有人生的目标 所以师长说的文化是民主的灵魂 我们的后代子孙要有灵魂 活得有意义 他不能不承传五千年的魂灵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 呈现其后 既往开来 所以我们刚刚讨论了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尤其佛陀 在世的时候就说了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横和煞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了 所以要遇到正性的佛法也不容易 然后又中国男生 中土男生 所以这些缘分我们都遇到了 不可少善根福德英缘 身为炎黄子孙 我们就更要珍惜五千年的文明了 甚至于师长是期许我们 身为中国人 身为炎黄子孙 很可能就是来救这个世界的 我看你们的眼神 好像不是很愿意 师长有这么讲 不是我空口说白话吧 当然 你们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你们 为什么 我强迫你们 我就堕落了 因为我有控制的念头 修行要从起心到面 我跟师长常常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师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让大家脑海里 有没有浮现什么景象 还是一片空白 马上想到 对小孩不可以控制 对另一半不能控制 甚至于更明的 对父母也不能控制 有时候一控制的念头一起来 父母又不顺我们的意 火就上来了 所以师长这些法语 都是给我们调薪的 好 师长说 这个身为中国人 阳光子孙 是来救世界的 不救行不行 不救叫建议不悔 见死不救 也行 这不能勉强的 不能勉强 佛菩萨不勉强任何人 那不救要干啥 不救那就 没有进一个道义了 大家了解 佛法 是释迦牟尼佛49年 所说的一切法 阴光祖师总结了一句话 佛陀所讲一切法 从理上不出心性两个字 从事上不理因果两个字 我们现在得人生是一个结果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众五戒的因 用儒家讲 有众五常的因 因果随时都在 相续不断 我们要懂得善于去观察 五戒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应久 孔子跟佛陀也没有约好 他们也没见过面 讲得都一样 入境界了 讲得都一样 潜词用句不一样而已 孔子说 五常人义理智信 人不杀身 义不偷盗 偷盗就不正确的行为了 不义了 理不协盈 智不饮酒 信不忘了 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得人生 是我们过去中了这个 五戒五常的因 里面有 五常里面有意有 应该做的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一直在往下堕落了 结果我们不管他 视而不见 那我不意了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有他的因缘 就像孔子他尽力了 可是 礼崩越坏 也没有改善 很多 但是他尽力了 功德圆满 有没有白付出呢 没有 他留了一个精神给我们 知其不可为 和为之 而且我们冷静看看 没有孔子 后世的子孙 不认识姚 不认识顺 与汤文武周公 断了 不认识了 所以上下五千年 是靠孔老夫子 把他接起来 我们早上讲论语 才提到 孔子的福报大 两千五百多年之后 还有李秉然老师 去教他的子孙 这么好的老师 请到家里来 积善之家 必有余境 而且我们想一想 孔子以后 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家庭的 兴盛 幸福 离开了孔老夫子的教导 我相信没有 所以孔子的付出 值不值得 很值得啊 佛门叫 公布 堂捐 传统文化佛法是很可爱的 儒家讲的 莫以成败论英雄 尽力了 公得圆满 大家想一想 一讲到忠诚 大家想到谁啊 你们要配合一下 岳飞 岳飞 对啊 还有呢 文天祥 孔明 对啊 你看 他们没有复兴汉事啊 他们也没有 最后 还我和三啊 可是你看 我们的文化很可爱啊 莫以成败论英雄 他已经尽力了 功德圆满 佛门叫 发意 圆成 他发的是真心 因缘条件 具不具备啊 不影响他的功德 而且他那一份真心啊 后世 就有人笑法了 后世 也有人受用了 受益了 就像孔子给我们了 榜样 哪一个家庭 哪一个朝代的幸福 兴盛离开他老人家的教会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可以不救啊 那我们就没有进到我们的道义了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五常的因了 下辈子能不能当人 好不可以当人 是你们摇头 不是我说的 因果在相续啊 听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 没有退路可以走 其实说实在的 退路在哪 要退到哪里去 西巴几个时间用退的 他的意思是迁退 迁退 不是退缩 大家不要听错了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不干 就没有进到道义了 就出不了轮回了 出不了轮回只有一条路 死路一条 投胎去了 出不去了 哇 今生不将此生度 更待合身 度此生来 所以为什么 从印光祖师到李炳南老师 到师长 指导我们修学 尤其在家人都会强调 敦伦敬分 黄念祖老居士有一句话讲的 精辟 无情不能修道 一个人没有情义 对家庭的责任不在乎 对社会的责任不在乎 他能不能修行 他谈不上修道 所以师长有个莫保 情义是世间的胜责 情义 那是堕落到三恶道去 中三恶道的因 欲就是控制 占有 情义再提升 情觉 觉悟 像我们佩服这些忠诚 他是世间的榜样 可是他假如放不下 对这个人民国家的牵挂 他就出不去轮回了 所以要更觉悟 不能执着 要放下 放下了觉悟了 可以再回来度众生 当然佛门强调要会转 把这个情义转成情觉 所以有一年中秋节 有一个同修发了一段祭语给我 他说但愿人长久 一般是接千里共长眷 他写的但愿人长久 唯有宁弥陀 清卷有团聚 法界逍遥有 我们可以引导家人 家人都有这份恩情情意 但是我们都冷静想清楚了 我们虽然感情很好 可是我们种的因都不一样 下辈子就不认识了 诸位同修 你们有没有人记得 你上辈子的爸爸是谁 妈妈是谁 一定有啊 就不记得了 所以我们要幸福啊 幸福有一个词叫 圆满美满 要真的能圆满啊 那真的这首记者讲得好 唯有念弥陀 你全家人全家族啊 种同样的因 感同样的苦 唯有念弥陀 清卷有团聚啊 法界逍遥有 清卷不会再分离了 都往生 都跟阿弥陀佛 到十方法界去度众生 这是最圆满的结局 法界逍遥有了 所以人要这份情意啊 要更从宇宙人生 更深远去考虑啊 那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能接触到念佛法的 接触到大乘佛法 了解到阿弥陀佛法四十八大愿 就是为我们发的 可以啊 成佛四十八愿 万修万人去啊 我看你们的眼睛 没有亮起来 你们是录定了吗 不然听到 万修万人去 有我的一份 就做佛了 就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了 像现在一洗澡都很脏啊 换了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多好 所以洗澡的时候啊 也会开悟的啊 洗澡不能忘了菩提心啊 忘思菩提心 修周善法 是没有摩业啊 所以我们看佛门 吃饭也是修行啊 寄功多少量比来处 感恩心吃饭啊 就像我们出家的 狮子虎一厘米 大炉须米山 所以我昨天吃了好几顿 吃完了 不跟人家讲几句佛法 会消化不了的 这个是出家人的规矩 只要应供了 一定要讲话的 不让我讲我也会讲的 我们学佛 学传统文化 要用悟性去学 举意反三 所以吃饭的时候 不能忘思菩提心 应该是 一切时一切处 都能提起菩提心 所以洗澡的时候 要不要用菩提心洗 不用菩提心洗 就用轮回心洗 轮回心就造轮回业 所以主家说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 有道理 华言经提心 不能忘思菩提心 这些教会 都是修行的关键 所以李炳然老师说 菩提心 这个应光祖师说 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假如这个元帅不见 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就像我们 忘思正念 忘思菩提心 烦恼一个接一个 兵派如山倒 一回过神来 好久了 所以这个佛号 要不断提醒自己 要提起来 所以命主讲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三十系列告诉我们 便就今朝成佛去 勒巴昂化主 以咸齿 大家坐过三十系列吧 这句话有没有印象 所以请问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 什么时候去极乐世界 也没有 right now 现在就可以去 赶快去 大家不觉得 现在 共业越来越厉害了 真的像八大元决经说的 世界如常 国土为萃 一波未平 一波有气 当然 我们已经在修行了 菩萨 未因 众生 未过 一般的人 没有修行 他一看 天灾人后越来越多 他就很担心了 所以现在人 忧郁症越来越多 必然的 必然的 因为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不安定的因素 越来越多 说实在的 我们假如不修行 我们一定也会 跟一般的大众一样 很多的忧虑 越来越多 众生 担忧这些恶果 所以一个新冠 接下来 好像又发现了什么 猴痘是吧 真听老人言 就不会担忧了 幸福 在眼前 相信哪一句话 皇帝内情 正气存内 血不可干 我们自己的正气很足 大家要知道 万法因缘生 比方说一个人得新冠 他要好几个条件 同时具备 他才能得 举个例子 这一桌人吃饭 刚好其中有人得了 七八个人陪他吃饭 最后的结果呢 有没有七八个人都得 没有 坏 我最近在多学英文 当然这个坏 常常问自己 这样就能把因果搞清楚 人不能太激动 万法因缘生在哪 你用心去观察 眼前发生的事 都是万法因缘生 他正气存内 他的因好 有这些恶缘 不起恶果 所以礼得心安 我们道理明白了 我的抵抗力 我的正气主 没问题 不担忧 假如没有这些认知 这边听一个 那边得了 那边又得了 越听越担心了 所以这个传统文化真的管用 最近又打仗了 这些国家有核子弹 大家担心吗 担心 不再 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们从这里感受一下经典的好处 当时候读这个 无量受精 读到那一句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威得 稀能超 大火满三千 那比核子弹还厉害 成阿弥陀佛的愿力 都能了脱生死分毁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大火满三千都不怕了 那现在这个也不用担心了 而且听师长讲经的时候说 遇到厄员 人家要我们的命 也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他送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死都不怕了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根本就没有生死 这个身体是一个臭拼 我们真正认知到了 对死不害怕 人对死不害怕 他的心就安定了 而且又了解到 阿弥陀佛 十方如来 连练众生 如母一子 其实比父母更爱我们 我们哪怕犯了什么错 只要肯回家 家的大门随时都开着 阿弥陀佛 大师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 廉此还会众菩萨 同体大悲 所以我们只要念阿弥陀佛 念西方极乐世界 诸大菩萨 他们跟我们就没有分开了 子若亦母 如母亦死 母子立身 不相违远 不相违远就是没有分开了 若重身心 异佛念佛 现前 当来 没有说临终当来 真正念到 相应了 会梦到阿弥陀佛 甚至会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假如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 的大慈大悲 我们的心就安定 还有音乐配合 这就很重要 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 他随时会来救我们 甚至是希望我们 今天就去了 便就经召成佛去 乐邦化主 以先持 而且啊 我们现在就懂得念阿弥陀佛 那你现在 就没有烦恼了 你现在啊 就烦恼清智慧长 我看你们的眼神 不太相信了 信为道远 功德母安 可能大家 在想 我现在还有很多烦恼 那是因为我们不够 老实念佛 黄念祖老居士 他有一句法语很重要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但是要把念佛当第一 我们听这句法语 首先要感受到他老人家 心地的罗软 他假如说 要给我当唯一 人都跑掉了 人都跑掉了 做不到 跑掉了 体恤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照顾一个家庭 也不简单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所以没有很高 高标准要求 但是要当第一 要把念佛 摆在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呢 我们细细去想想 我们今天要把工作做好 我们的状态 是不是脑子要很清楚 不然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一些重要的决策会错误 错误了 那我们不是白努力了吗 比方说做事业的人 你一个决策不对了 你一个用人不对了 哇 可能你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的努力 化为乌有了 所以念佛 摆在第一 常念佛妄想就少了 脑子就清楚了 烦恼轻了 智慧长了 所以不能恶性循环 越忙脑子越乱 忙到最后 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事业是这样 我们想一想 智药 无辱交职 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 把下一代交好 因为你努力了一辈子 最后他变成败家子 那你不是 抱憾终生了 那我们要把下一代交好的话 那我们的脑子要很清楚 所以念佛要不要摆第一 要 念头正确了 一言一行才会对 我们所讲出去的话 所做的事 对这个家庭都是好的影响 所以念佛要摆第一 好 我们再来体会体会 我们真听老人言 幸福在眼前 幸福的反面叫痛苦 叫烦恼 假如 我们现在一切境界 通通都是好境界 那当下可不可以幸福了 通通都是好境界 那就幸福了吧 那主师教我们 静缘无好丑啊 佛号一扫顾 那你现前就没有坏事了 我们现在来听一位老人言 廉耻大师 这是开悟的圣人 真听老人言 幸福在眼前 我们看他老人家 怎么知道我们 他这一段法语叫 正好念佛 他所叙述的 就是我们眼前所有的境界 他老人家说 若人富贵 现在我一时无缺了 受用现成 你不用再为这些衣食去奔波了 操劳了 正好念佛 若人贫穷 讲到我了 我是平身 若人贫穷 家小 泪少 你看以前贫穷的人 他只想什么 我下一度温宝就好了 他又不会去想 我的股票会不会贬值 他不会用这个烦恼 家小 泪少 正好念佛 有钱没钱 正好念佛 都是好事 知足常乐 而且又有这句佛号可以念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若人有子 有孩子 忠识得托 有人传承 祖宗的血脉 有孩子传承 正好念佛 若人无子 没有孩子 孤身自有 正好念佛 若人只孝 我的孩子很孝顺 安受供养 他会供养我 我好好修行 正好念佛 若人只孝 遇到 愿亲在主 孝子 免身 也看到他 看破世间 不能执着 正好念佛 若人无病 趁身 趁身 康健 何不以强健时 努力修善 趁身 康健 正好念佛 若人有病 切尽 无常 他对无常 警觉性很高 正好念佛 健康也好 不健康也好 正好念佛 都是自己很好的真上缘 都是好事 若人年老 年纪大 光景无多 正好念佛 若人年少 精神清理 身体很强健 正好念佛 若人处闲 现在比较空闲 心无事导 正好念佛 若人处忙 事比较多 忙里偷闲 终于给我一块时间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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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念的效果也很好 很恳切 很珍惜 正好念佛 若人出家 逍遥物外 正好念佛 若人在家 知识火宅 正好念佛 当然 我们现在 在家 能用菩提心来经营家庭 也是功德无量 所以 李秉兰老师当时候 带领台中联社 台中联社 编了一本书叫 佛化家庭 真的 用佛的教诲来经营家庭 所有家庭的榜样 所以他们家就是道场 他经营家庭 行菩萨道 所以现在假如 夫妻何乐 我相信 可能很多人都会来找他 请教问题 诸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遇过人家 请教你们夫妻相处 没有啊 没关系 敬业三福里面 告诉我们 要劝敬行者 就是要为人 演说 我们在 伦常关系里面 为人演说 这样经营家庭 就是功德 所以处世代人 接物 家人相处 同事相处 朋友相处 通通都是功德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 所做一切 自利利他 都是功德 所以家庭 就是道场 那这里又提到 这么多角度 其实我们人生的 种种情境 都在祖师 所教导的范围之内 若人聪明 通晓净土 正好念佛 若人鱼辱 比较顿 别无所能 正好念佛 经教都别搞了 也搞不懂 正好念佛 也没关系 这个有公案 叫王呆头 他就有一点 智商比较低 结果有一个道人 看他可怜 就把他说为徒弟 然后说 我看你学什么都没有 你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这样 阿弥陀佛 就这样 在他扫地 干什么 有时候还被他师父打 突然有一天 他就大笑 哈哈大笑了 他师父觉得 他是不是 什么神经发作了 就拿裤子要打他 他说师父 今天你不能打我了 你看人家念阿念阿 功夫道 自色通 念道 这个智慧 现前 所以他这个师父觉得 你学什么经教 不用学 结果他反而 比他师父先开悟了 所以 别无所能 正好念佛 所以有没有人 烦恼说 哎呀 我经教好像学得很辛苦 不要坏 硬光祖师说 一句阿弥陀佛念得数万 成佛 还有余 其他的还没学 又有什么遗憾 好好念佛 往生 阿弥陀佛 一给你讲经说法 花开见佛 勿无声 就懂了 都不用挂爱这些 好 所以我们看 应主这一段 就已经告诉我们 都是正好念佛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哪有好事坏事啊 就看我们的心态啊 天堂地狱 幸福快乐 一念之间 圣狂之分 在乎一念 觉悟了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你呢 大家想一想 现在是有钱人烦恼多 还是没钱的人烦恼多 我现在是说多少啊 我不是说有没有 你们要注意听我的问题啊 要配合一下啊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得忧郁症的人是有钱人多 还是没钱的人多 我想是有钱人的 我想是有钱的人比较多 没有钱的人他就 我能吃饱就好了 他烦恼的点比较少 所以 有钱是他福报献钱的 可是他的心态不觉 祸福相宜啊 所以这个福气来了 灾祸跟着他旁边 大家要看我 不能看旁边 听到外面声音太大 是好事 提醒我们不够专心 是是是是好事啊 人人是好人啊 所以你看 他没有讲话很大声 这一段我就没有出来了 好事啊 所以老法师写了四句 法语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请问这四句话在哪里 当下 今天刮风下雨啊 用觉悟去看 还是希望极乐世界比较好 无有事实 寒暑于敏之意啊 宽广平正 微妙其力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天气不好 马上提醒我们 不要留恋这个世界 太无常了 听说前几天 还有很强的风 时速一百 你看我都调查了 对啊 那这个巨风也在给我们说法 那我们不要留恋时间了 六成都在说法 因为我们用觉悟 来面对我们一切 人事环境 跟物质的环境 所以绝了 都是好事 绝了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包含人家骂你 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那我们现在是人人是好人 刚刚是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你用觉悟看待 都在提醒我们 求生见果 这个人骂我了 他为什么不骂别人 骂我 你觉悟了 一切都有因果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不好事 是因为我们不是用觉悟 我们是用烦恼 我很不舒服 我的自我感觉起来 叫见思烦恼 这个失货 贪嗔痴慢 用我们现在的话 自我感受起来 假如我们这个自我感受 不过不起来 我们用绝招 一切都是因果 所以他会骂我 原因是 我前世也骂过他 不然他不找别人干嘛找我 所以他骂我了 那我前面那个恶因 爆掉了 无债 一身轻 所以他骂我 好事还是坏事 对啊 你用觉悟看 哪有坏事 你说他骂我 可是 我并没有这样 那更好 他毁谤你 他 污辱陷害你 都不是坏事 了完事讯告诉我们 人之无过救 这个人没有犯这个错 横批恶民者 子孙往往奏罚 所以他 这个误会你 毁谤你 你并没有这样 也不是坏事 他把福报送来了 让你子孙都有福报 所以下次人家污辱 毁谤你 哎呀 给我送福报来了 你看 转个念 用觉悟去看了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所以任何境界 都动不了我们的心 我们六根接触六成 都是觉 发喜充满 这样的受用 眼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过日日是好日 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生活 有没有人说 我在考虑考虑吧 我先在吃吃苦 所以师长知道我们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 要像他老人家 要像他老人家 要像佛陀 学佛 佛陀 是根本老师 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不只讲得很圆满 他还表演给我们看 他前世做忍辱先人 遇到哥利瓦 他这个身教太伟大了 跟我们后世的弟子 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的人生 不大可能遇到像他这么大的考验 大家有没有遇过人家拿刀 要割你的肉啊 没有吧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境界都算什么 小菜一盘 是吧 所以假如你今天遇到的挑战 很大 就要想一想 老天爷瞧得起我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院 被老天爷瞧得起都好啊 人要幽默一点 老天爷瞧得起我 再来 让我可以表演 怎么处逆境 给我的孩子看 不然什么时候表演处逆境啊 谁二元啊 诸位家长啊 你们会想说你的孩子以后 不会遇到逆境二元吧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是在娑婆界啊 甚至于不如意识 长八九 这个时间的业比较重啊 可是我们现在就过上了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的生活 就是最好的身教啊 所以转一个念 烦恼就变不提了 我们现在有没有烦恼 有哦 好 要不要讲一下 你愿意讲的话 我们来转 大家一起用佛法来探讨 如切如错 如左如膜 假如我讲到这里了 大家还没转 那是我功力不够 浪费了大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没转没关系 假如你还愿意讲出来 我们现在就来转 或者你觉得 大厅广众之下 不是很好讨论 那我们待会结束 再来讨论 既然见了面 就是有缘 我们 这个都是师长的地址 同参同友 大家珍惜这一份法眷属的道义 我们用法一起来切磋 有的话可以举手 那一天刚好 真的有要问的 有要探讨的可以举手 不用客气 不要客气 那天有一个同修 他的事业 也是遇到 比较大的挑战 陈德就建议他 转一个念头 转哪个念头呢 你现在遇到的这件事 就是你修行的道场 随缘 随你现在遇到的这个事 随缘妙用 师长老人家讲过两次 望静还原观 那是弦手大师 总结整部华严经 他学的融会贯通了 现在的话讲 就是博士论文 他学华严经的博士论文 学通了 其中 这个望静还原观 讲最多的 是菩萨事得 其实菩萨事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只要我们觉悟了 我们发愿了 我要行菩萨道 就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随缘 又没有说随也一样 善缘 随一切缘 妙用 为什么妙得起来呢 因为自己没有动心 我们一动 哎呀好倒霉 那妙不起来了 你就陷在那个烦恼里面去了 我不动心 我 其实说是在 人为什么会起烦恼 根源是什么 有我 他就很多烦恼了 好 我们看以 五十年前的社会 经济比较困难 甚至于生孩子 生八个 六个八个 可是那个妈妈的念头 都是 哎呀我怎么把这些孩子养他 他有没有常常在那 哎呀 哎呀 有没有 他的念头 他说我要尽力 他没有太多烦恼 可是我们看 现在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常常烦恼 因为在想自己 考虑自己太多了 你都考虑家里人了 哇 死不完的力量 也比较少烦恼 所以现在的人 反而物质啊 比较不匮乏 可是忧郁症上身啊 因为我们烦恼的根源呢 是把我看得太重了 其实就是这个念头啊 你都是考虑自己啊 就很多烦恼 念念为人着想 哇 老法师这句妙法 念念为人着想就没有我了 那就没有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诸苦皆愁 贪欲其 我贪 顺境了 这个逆境一来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怎么让我遇到 他就陷到烦恼里面去 顺境逆境 不去分别他 随缘 他就不生烦恼 不生烦恼 就生智慧了 每个人的决性是本有的 我们不被烦恼做主了 你遇到人事静缘 你就会很有体会 很有悟触 大家有没有经验 哇 今天心情特别好 好 出来 看到什么 都很有启发 看到鸟叫 就想到白鹤 孔雀 英雄 色力 家灵 平钱 而心情很好 长智慧了 你假如 生烦恼了 看什么都不顺眼 都是念头啊 都是念头啊 在影响的 一切法 从心享受 不关外面的境界 所以当时就跟他谈到 你随缘 不动心 然后呢 你的念头啊 为你的家庭着想 为你所有的员工 做想 大功无私啊 就妙得起来 你想想 你的孩子以后 不可能不遇到逆境二元 你现在就是表演给他看 怎么用平常的心 怎么用觉悟的心来面对 怎么用反省的心来面对 甚至怎么用感恩的心 在逆境二元当中 还能感恩呢 对你的孩子上 他有很大的受用 同样的 你的员工 他跟着你一起努力 他的人生也不可能 不遇到逆境二元 那你同时 也给他展现 怎么面对逆境二元 你甚至也给他 展现佛法 怎么用出来 你遇到这样的境界 都能 不生烦恼 都能提升境界 那你看 你的员工 得到多大的利益 所以是我们 会不会修行 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也遇过 欠了很大一笔债 甚至 是他这一辈子 都还不了了 烦不烦恼 还是要面对 还不了 那就尽力还 你假如 面对还不了的债务 你每天还乐呵呵的 我相信很多 忧郁症的人都找你 找你请教 我没有这么大的债务 我就很烦恼了 你那么大的债务 你还笑得出来 因为还不了的债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境远 还不了 我还是 不退缩 我面对它 我在还债当中 修行 那所有的人 看到他 都受到挤发了 这样的人 还能把日子过成 很有意义 每个人 佩服他 他功德无量 那 那也是他的道场 你说那个 黑社会都来了 来就来嘛 真诚面对 我都没钱了 你杀了我 你也拿不到钱 我认真还给你 他绝对不会杀你了 是吧 他也会算啊 你真诚去面对 说不定了 这个黑社会的过去生 是学佛的 突然遇到你这个缘 受到挤发 那你就为佛菩萨 脸上贴经了 他去给人家要钱 都要得到钱了 他也有福报 他没有福报 去给人家要钱 就被警察抓去了 随缘啊 可以妙用啊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 威仪住持有责等 就是我们要 以身作者 所以这个用在家庭里面 我们要先以身作者 我们去跟家里人讲话 人家才信任 柔和直直 舍身等 而且我们要去互念 家人朋友 跟友缘的人 都要很有耐性 所以普代众生 受苦的 不能怕 时间久 也不能怕累 都不要动心就好 安住当下 用真心 就对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 有要交流的 可以提出来 有请 我能问 福体心是 引力过来的吗 福体心 是 引力过来 对于我们 我们看完 理解 觉悟性 对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对 那不是觉悟的内容 有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知道 你本来是对的 我们的诚意 是对的 觉悟是对的 内容 对 那些内容 对 知情 对 这个 觉悟呢 他觉悟的心 会起作用 这觉悟的心 他遇到缘 比方说 遇到别人需要帮助 这个时候 他体现的可能是慈悲 这个觉悟的心 遇到诱惑 他可能起的是清静 或被揽悟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格悟自知 格悟 格处 不欲 他觉悟的心 他遇到这些诱惑 他会提醒自己 不能染住 他就不会污染 他不会陷到这个境界里面去 所以 真空非空 他遇到境界里面 他会起作用的 那师长很慈悲 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菩提心 体会真心 他老人家用了五心 真诚 清静 平等 平等心也是真心 我们能自己有这样的一心 五心等于五心 是不是孟子有了不动心 对啊 就不被境界转 那孟子讲的这个 不动心 就比较 假如医师长讲的这个五心 比较是清静心 心地清静 一尘不来 不被这些境界所干扰 其实所有的教会啊 可能都是诠释这五个心 看他的角度 你比方说 地址规说 物产妇 物交贫 这里面可能就是 比较平等心 物厌故 物喜心 我们去分别 这个 看有钱的人 就比较 巴结 没钱的人 我们就 比较轻视他 那这个分别性就很重了 我们平等 恭敬 这个就是在这些境缘当中 体现一个平等性 你说现在人 跟人相处 他说应付应付 这个就不真诚了 所以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固 无需甲固 这个是唯摩节经 唯摩节经是指导的 他这一句就指导我们 在一切境界要真诚 不能虚伪 不能应付 您提的问题非常好 孟子有讲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 放心而已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真心 恢复了 这是真的学问的 对 其实我们说 说到我们的 我们的 大学 大学 都不得 说 即使我们 无相对 在做的 所以 是 我们的 一样 我们的 三一 说人 当人 但是 这个 不得 就是 在 我们的 相对 真 我们的 动力 说是 有一个 说是 当是 真 有些像 现在 微信 协调 其 下的现场 他把大家的心声都讲出来 大家心有齐齐焉 好 那我们还是随语言 没有用 所以他也劝我们多念阿弥陀佛 但是非常难得 我们一开始还提到 我们这一生当人 是有中了五常五戒的因 所以我们看这一位忍者 他也是古道热场的人 现在这个公立社会 都是比较冷漠的 他还那么积极 希望去帮到别人 去护念到别人 这个都是素式善根 那我们遇的每一件事 我们都当做道场 当做在促进我们修学 这一件事在让我体悟什么 体悟到现在的人 受到圣贤教育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太少了 我们转个念头 他也在启发我们 要更尽力的来广宣伦理道的因果教育 那他可能变成我发愿的一个缘 因为我体会很深 刻苦铭心了 请说 可是我们经常也碰到你 就是大家交流了 然后是来往的一段时间 大家的各发感情绪 形象 都没有 我就经常也 跟着别人 白天 开口议会就不可以 你说的事情在合理 那你就想 我们刚刚说 无过就横批恶名者 子孙往往作罚 你看我们一片真诚 他这么恶意回应我们 也不是坏事 借笔磨脑 借我愿力 他也是送福报来 所以会不会修行很重要 所以在这种逆经二元 我们还是用真心 哇 那这个功德非常大 所以李敏南老师给我们 教会说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这里是李老师给我们的心理建设 尤其现在的问题 真的是冰冻三尺 被一日之害 师长为什么说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因为他现在这个恶劣的行为 一定有他的前因 怪不得他会这样 我们以前教书也有这个体会 这个学生呢 全校的孩子都讨厌他 甚至有一些老师也对他都有看法 我们一去调查 妈妈早就离开他了 常常常都跟着这些流氓在一起 你说 我们只有怜悯他 怎么去跟他生计呢 可是他也在 启发 教育我们 哦 那个学生给我的启示可大了 有一天 他 坐在那个楼梯 台阶上 我没有看到他的正面 我只是从走廊上走过去 看到他的背影 就感觉到他心情很不好 我们随那个缘啊 遇到了 走过去 陪他一坐 坐了一会儿 他说话 老师啊 我很想死啊 我们当老师的定力也要过啊 不要一听到学生 哎呦不行啊不行啊 要先定一定 你为什么很想死啊 随缘啊 引导他 因为都没有人喜欢我啊 我说为什么都没有人喜欢你呢 因为我都打人骂人 他自己也有心理的一个症啊 我说你都不要打人 不要骂人 人家不就喜欢你了吗 他说老师啊 我很想改啊 可是我改不了啊 哇 那两句话对我很震撼 我很想改啊 人之初 信本善啊 可是我改不了啊 狗不叫 心来前 其实一个人在造恶 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习气的 他也很可怜 他做不了主了 所以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而且我们 身性因果啊 我们看事情 师长知道 我们要有前后眼 今天他这个行为啊 一定跺三二道 我们想到啊 哎呦 他 会躲三二道 我们就会怜悯 当然也不攀缘 现在讲 他不听 甚至还让他更造口业 那我们 不讲 可是我们跟他有缘 每一天把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他 我们不跟任何人对立 因为我们也在落实经典 愚诸众生 示弱自己啊 我们也是借一切静缘啊 恢复我们的真心啊 这样的缘 也是在 促进我们 恢复真心 所以师长给我们表演啊 对他毁谤最大的 他在 摄影棚 这个我们都是青眼所见啊 给他立排位 每一天讲完经啊 给他 回向 师长说 感恩他 因为他帮我 消业障啊 我们纯是一颗感恩的心啊 我们在境界当中啊 提升了 不会在境界当中啊 是烦恼了 那当然啊 这个转念啊 他也不是一处可及的 但是你慢慢转啊 就转过来 李友顿 是要见修 但是你 你常常熏习 常常 可以提起正念啊 就转过来 身处俗 俗处身 他有一个过程 好 那很正常啊 我们一下就不斗训啊 尤其是现在 很高的教育人 我们认为 这是修教育 都是这样 大部分不高 不太高 然后呢 不澄清 谈话 那他也提醒我们了 我们不能把孩子 教成这个样子 这些静缘啊 其实都 真的都是在启发我们 会抬杠的人啊 都挺聪明啊 不然也抬不起杠来 他那个思维非常敏捷啊 所以啊 还是不听老人眼了 你看林哲学先生 论什么都论到根本 行指不断 读书无益啊 心高气傲 博学无益啊 但说实在的 那个很会抬杠的人 我看过去生意有学佛 不然不会脑子转那么快 死的可以讲成火的 黑的可以讲成白的 但是啊 稍安不照 他会吃亏的 不着急 他铁定要 跌个跟头 他这样的态度呢 你还是对他 阿弥陀佛 还是对他很恭敬 他真拆一个跟头啊 他第一个想到你 他可能就会来找你 请教了 他一定会有考试的 他这样的性情啊 保证 他的孩子会比他更会大 他一定会有考试会出现的 我们一切随缘 随缘去护面啊 有缘的人 他还信任我们 信任还不够的时候啊 我们好好休息 我们不要好把给大众看 所以这个 这个世间呢 挑战很多的 他都是沉一时口舌之快 你都不跟他计较 对他来讲 他会留下印象 这个社会啊 还有挺有涵养的人 所以一切不着急 十节应援 我们怕什么 怕 他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的智慧不够 他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对我们信任不够 这个就遗憾了 所以原本还不具足啊 我们赶紧提升自己 我们还是落实 无量寿经 于诸众生 视若自己 把无量寿经 变成我们的 存心 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 我们决定往生 极乐世界 这个也是老法师 给我们的教导 好 谢谢您了 因为这个都是很实际 我们遇到的境远 看还有没有 或者说呢 刚刚我们这样探讨啊 我们讲课的过程 你很有领悟的 哎呀我曾经遇到哪一件事 刻苦明星啊 这个时候啊 你要分享出来 做法供养 这是普贤行 你说我不讲 这是令法 令法会得鱼吃果报 为什么 因缘难得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一起 学习啊 要有多少因素啊 其中啊 要你家里的人 支持你 你才能来呢 你看 这后面就有多少因素 哎 哎 李老师请 我刚才您想到 我们的经历性 就是忧郁正经 因为在我们这床 每年大 我们这些孩子 在这里状态 所以应该也就是 因为从一点 吧 因为我看到 很大的因素 我们可以请您 当您 认真的 这个是 区域上的 对证 他们的 情况 能够 在最终 你的 这个 开始 然后 然后 对我 想 你能够对 这个 区域上的 对证 你的 对证 好 谢谢 李老师 提这个问题 这个他也是 愚租众生 事若之急 这个陈德在 十五年前 当时候 听到 在北京知名大学 连续五天 都有人自杀 哇 我们当时候 听了的 我们说 感同身受 你看他家里的人 他的父母 爷爷奶奶 外公外公 你说他们的 后半辈子怎么过 就这么个孩子 栽培了二十年 二十多年 没了 哎呀 我想了都很难过 那中华文明 他的一个核心 他就是 防伪度见 比方说中医 治 未病 不治 已病 中医是这个角度 治疗人的身体 是这个角度 护念人的心理健康 也是同样的道理 代表 我们现在 要更敏锐 能体会到 食物 对一个人的影响 病从 口露 要能体会到 言语 行为 对一个人心理的影响 我们自己 要敏锐 说实在的 这个孩子 您是说年轻人吗 高中生 那是一个结果 原因 我相信他的父母都不健康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护念一个年轻人 有可能 不只要护念他而已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 你真正想帮一个人 你真正想帮一个人 你的挑战就来了 帮不帮 对啊 建议 有模 有这个缘 因为他本身有业力 他的父母有业力 他的家庭有业力 社会有业力 这个社会 影不影响人 每一个人都在受影响 你看这个社会的节奏啊 这个社会的 风气啊 都在影响每一个人 我们要去帮人 这个都要面对 还有啊 我自己也有业力啊 我们要帮别人 首先我们 也要武装自己啊 不过这个词啊 会有一点联想到 打仗去了啊 当然因为这个词啊 大家比较熟悉啊 武装自己 其实提升自己啊 那我们就从今天 跟大家探讨 万法因缘所生 那这个因跟缘呢 我们换一个 比较简单的话 因是主要因素 缘呢 次要因素 所以从这个孩子来讲 他自己是主要 他的内心 其他的是缘 再扩大 他的家庭是主要的 外在延伸出来是次要的 甚至于他的学校是主要的 其他是次要的 然后我们把这些 影响他不好的因素 都能分析出来 从饮食啊 从生活啊 他都熬夜 他的阳气 正气很低啊 人的思维就很容易悲观了 你看看哪一个忧郁症的人 很喜欢晒太阳呢 我看没有吧 好 时间到了 这个问题 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因为这个再谈戏下去 也要不少时间 我们 英国 传统文化学习班 有一位洋医师 他很发现 他有讲过这个专题 花了三个小时 而且是他自己的女儿啊 得了忧郁症 他也是随缘 要用 首先 他的女儿出现这个情况 他并没有 埋怨什么 他很 真心地去面对 他整个 父女关系 提升很多啊 他马上展现那种父亲的爱 你现在全部放下都没有关系 爸爸现在只在乎你健康 你工作都辞掉都没有关系 哇 一下子 感受到这个父亲无条件的爱 那 透过自己亲身经历过来 他就 以这个专题啊 供养给 所有的大众 而且他去阅读了很多专业的资料 这个我们可以把链接 发给大家 那 而且要帮助这样的孩子 多管其向 从他的饮食 从他的生活作息 他有没有运动啊 有没有熬夜啊 这些因素 都要考虑到 然后 再从他影响他心理的这些因素 有个孩子 我们去观察 孩子跟大人有一点差异 他没有大人那么复杂 所以他接受到负面的东西啊 他会找基础 会就释放出去了 大人呢 会一直压 一直压 那 我们 能 常常跟当事人 真诚沟通 他就会讲出一些内心的话 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 有一个孩子 问他妈妈 妈妈 是棍子打人痛啊 还是言语打人痛 你当妈妈的这么一听 听到什么 听是冲啊 孩子在提醒我们啊 我们的言语 一大还痛啊 那个话里面有挖苦 那个话里面有否定 有可能啊 那个孩子常常被否定 他就没信心 他觉得我什么希望都没有 一个常常被肯定 被鼓舞的孩子 不可能得忧郁症 这个妈妈一听了 就开始调整 有一天呢 又问 又给他孩子说了 那妈妈现在 没有用言语打人了吧 他儿子说了 因为他是 欧美的华人 他这个浅词用句 还没有那么多词 他说异议打人痛 异议就是 父母一直跟他 你一定要做什么 做什么才有异议 对人才有贡献 哇 压着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去英国 我还觉得你读书 遇过这样的孩子不少 什么事情让他水到渠成 不是这样压的 不是这样强求的 所以这个孩子又讲出心声 异议打人痛 压着他走不过去了 还有孩子感受到什么 父母啊 我骂人 也不发脾气 但是冷战 一句话不讲 也不跟孩子说话 然后那个孩子每天提心吊胆 连肝都吊起来了 这个无形当中都是心理的负担 你说一天两天 他都觉得很不舒服 三年了 五年了 所以那些忧郁症起来 那没有十年八年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都太麻木了 大家都每天忙忙忙 心都是浮躁的 感受身边人的能力弱 所以我们得静下心来 不管任何情况 只要我们把爱提起来 慢慢就改善了 这句万德佛名是阿杰独要 出世间法 当然世间法也是阿杰独要 那你对一般大众 你一下叫他念佛 他不能理解了 你告诉他 有一帖要 也是世间所有问题都能解 就是爱 用真心去爱了 这些情况慢慢都会发现 不要担心 好 以上 请供参考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